就是小铁的先知 微博四黑吗 果然 这边是空军邮差先知大副 打记录员 这个这种打记录员 你别说啊 我觉得两边都有机会 记录员前期可能会有点坐牢的 因为他抓人有先知的一只鸟 你抓先知抓空军 抓邮差都慢 要打三刀 但是一旦行程上挂以后呢 其实球者这边的一个打架位 就空军一把枪 他如果说能够在两分钟之内击倒人 我觉得记录员都有得打 但抓小姐的先知嘛 这边还有邮差的加速性 我这跑得好快呀 这个就看双方的博弈了 主要看什么 看记录员的抽刀 主要看记录员的抽刀 过板刀这些板子的博弈 小铁这边很油滑呀 泥丘流千只 你看看这 这油的滑的假动作 骗你抽刀 来再来一波回头 打到了 打到一刀的话 后面交闪现 你可能连交鸟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刀 打中还是蛮关键的 这一刀打中的话 对于先知来讲 就这个鸟怎么交 因为人家这边大概率是个闪现嘛 给到了一个交互信 起板顶鸟 好 这边鸟交出来 鸟结束倒地 整个鸟倒差不多 应该是1分40秒左右 有加速 就连这边很求稳 外面的鸟子应该三台了 空军这边有没有机会来交把枪 没有什么想法 鸟子三台 三台鸟 三台鸟对于 鸟路原来讲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又来绕 这还来绕 先知 不会吸出一只鸟什么的吧 估计吸了一半 我觉得封住邮差的鸟子 现在最后两台 这边邮差的鸟子被封住 对于穷者来讲 这波应该是正常救 正常救完干嘛呢 空军来救 空军来救完以后呢 交枪 保鲜之 吸出一只鸟 扛住 打四人开门战 但是这边核心问题是 邮差的鸟子可能一直会被干扰 就看这一枪 包括先知这只鸟怎么样了 枪打的怎么样 鸟吸不吸的出来 鸟吸的出来 大概率四人开门战 大副这边 怀表不交 怀表不交 真的万一出个震慑呢 砸了块板子 镜头给到先知 这边有闪现 有闪现 闪现一刀打中 刚才如果能多追到大副就好了 空军这边49的鸟子 邮差的话 打到现在也就是30左右的鸟子 二阶 这边鸟子不断的在被封 那大副 这边应该是先帮空军这边修掉 然后再看 我觉得这把纪录员打的真的 蛮扎实 蛮求稳的 完全没有乱啊 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面对这样的职业四黑不乱 其实我觉得封机子还是封油差的会更好吧 这个时候转封大副的 转封大副的大副的修的多呀 隔窗刀想偷袭的 这里 他这个又封 大副的又封 空军还带了个薄命 交枪 来 先知拉开了 大副的机子修开 油差的机子 其实他刚才如果说那个 记录交给油差的话会更好 怎么又封大副的了 我觉得就稳稳的交一边不是会更好一点吗 那这样的话机子压不住了 这先知也走了 球人这边甚至可以开始考虑翻箱子了 外面起新机子 翻箱子 甚至小铁的先知 你们知道他干嘛吗 吸鸟去了 你看看 屠夫在哪里 大哥你上挂飞啊 来了 知道你底牌切了 小兄弟 你没闪现了 吸只鸟 我甚至觉得待会开门站 他可能有两只鸟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 尽情的吸 尽情的吸 猛吸 机子压好了 反正 这边机子应该压好了 空军翻了个护壁 打一刀没打中 两只鸟 我就知道 都是魔鬼 你看看这吸的 这小铁抓不了 两只鸟的先知 一个记录员真的怎么打 大副这边还有怀表 大副还有两块怀表 两只鸟 两块怀表 空军还有护壁 他们的道具比来的时候还多 他们高进这个庄园的时候 一把枪 一只鸟 两块怀表 现在空军 一根针 一个护壁 大副两块怀表 先知两只鸟 还要搞四跑 我觉得 记录员前面都打得很好 后面为什么 他把那个记录物封两边去了 封两边跟封一边 其实是一样的 他就锁定 油拆的机子 然后稳定挂飞 这个先知 可能我觉得会更好打一点 中文字幕作词 大家纳一边 感谢观看